1958年,当Dave Keeling还是斯克瑞普斯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, 他第一次测算了夏威夷·莫纳罗亚山的二氧化碳浓度。 他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结论,二氧化碳浓度正在逐年升高。 今天,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到达了400ppm,并导致全球变暖。 众所周知,这要归咎于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,只有零排放才能停止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。 十年前,我们提出让研究碳的科学家们一起来研究碳排放,探究其对环境的影响。 我们观测了大气、海洋、森林以及整个社会,这是2015年全球碳预算。 近年来,碳排放以每年2.4%的速度飞速上涨。 根据我们以前的研究,想要缓解全球变暖就必须迅速降低碳排放量。 如果排放量持续上升,全球的变暖将会危害到整个社会。 然而,今年全球的排放量可能有一个不同的转折。 2014年,全球排放量增长显著变缓,到2015年有可能出现减少。 其主要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。 最重要的是中国减少了它的煤炭消费量。 同时,在全球范围内,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正在快速增长。 那么,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样一个峰值会是全球碳排放量的峰值吗? 可能排放量峰值还没有到来。 尽管目前的排放趋势令人鼓舞, 但我们每年依然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。 但是,燃烧化石能源就排放了360亿吨左右。 距离实现零排放,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。 将来,全球排放和气候变化会如何发展, 不仅取决于各国政府以及全球贸易, 还有今天的你,我,如何努力去营造更清洁的空气和更安全的气候。